大陆现在 因为它的出口结构 已经出现了剧烈变化 很短的时间之内 这当然跟美国所实施的贸易战 是有很大的关系 传统的不管什么纺织 这些成衣 或者是一些实化的一些产品 塑化的产品 这一些它都被科高关税 然后你扣掉了关税之后 竞争力上面就差距很大 所以这一些 它就必须要以上游的 零组件的方式 然后去销到越南 东南亚甚至于印度 然后墨西哥 然后接着再组成成品 然后去卖到美国去 所以它卖的是原物料跟半成品 或关键零组件 那这些部分就萎缩很多 但是另外有所谓的新三样 这是从去年开始 中国大陆从第一季 就开始明显看到 电动车 锂电池 还有碳南电池 成长的速度非常的快 那去年呢 这三样加总起来的出口额 就已经突破了一兆人民币 它这里面呢 有几个主要成长的 我们在下面这边可以看到 它光这三样 去年跟去年年增百分之二十九点九 将近百分之三十 前三名就是汽车 然后呢 另外就是以出口成长最快的是 汽车船舶 汽车零配件 那汽车跟汽车零配件是一样的 成长的幅度是很大的 而这新三样呢 在去年的出口呢 是成长了百分之二十九点九 那么船舶成长百分之三十五点四 那么家用电汽成长了百分之九点九 我这边所以就附带说一下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 拜登是 他打击的 不是中国大陆的竞争力 而是要让他转型 好不容易萌芽的新产业 通通到一半灰死 因为你会发现他 我们当然今天晚上可能才能检视 就是说他要加征关税的 除了电动车 除了太阳能电池 还有这个锂电池之外 现在传言还包括了船舶 然后以及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半导体 那船舶这件事情就可笑了 你的造船厂早在三四十年前 你就已经被日本韩国打败了 商业的部分 对啊 军用还可以 军用只剩下几个人 就是你没有商用去支撑的话 你的军用就会特别的昂贵 然后而且效率很低嘛 好 那你自己都已经被打败了 那你现在拿来跟中国大陆出什么气呢 杀什么野呢 因为只要是中国有都不可以 对 更重要的是他居然出口这么多 他居然维持了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 怎么可以 我不是要让他死吗 这什么意外呢 中国这样的船舶订单满手啊 连韩国的都承认 他不可能是中国对手的 是好 所以不是针对新三样而已 他针对的就是你的出口 那我会觉得说 这个手法是蛮恶劣的 就是你完全违反自由贸易 当然说恶劣的不得了 恶劣在哪里呢 前面哦 中国大陆的经济转型 本来是缓慢进展当中 那因为美国的贸易战争 所以呢逼迫他加速转型 可是加速转型就一定会发生 很多的摩擦性事业 因为我在A产业工作 突然这个产业通过外移了 那我就算是一个很有技能的 一个工厂的工人 我要快速的转到B产业 我也转不过去啊 我会在仿制业 我会在这一些电子产品这些 或者是我在一些产业当中 橡胶产业石化产业工作 并不代表我可以马上跑到 船舶产业 电动车产业 然后离电池的产业 这个转换一定不会很顺 这叫做摩擦性事业 你已经造成了很多的摩擦性事业 然后这边好不容易有一个快速的成长 因为他就发展的很好 那你现在要打压他 所以当这是赤裸裸的保护主意 甚至于这是赤裸裸的帝国竞争 他是以帝国心态 然后来捏死一个即将要萌芽的世界强权 所以你从这件事情来看 他不是单纯的什么贸易保护主义而已 他既有贸易保护主义 当然还有别的 你看中国大陆的电动车的出口 你就会发现到说 最重以橘色跟绿色这两条 这个柱状图来看 你就清楚的看到 在传统的燃油汽车上面 它的成长其实已经越来越放缓 但是呢在电动车的成长 势头还很强 那因为传统燃油车 大部分都是跟国外的合资品牌合作的 但电动车的部分 除了特斯拉之外 它主要出口的其实都是自足品牌 我们就要来看 四月份的时候呢 最新最热腾腾的一个 这个统计数字 其实中国大陆 确实它自己在内需市场当中 也面对了成长趋缓的压力 所以你看它在境内 跟上个月相比 降了13.2% 当然去年相比还年增5.1% 可是你知道这是全部的车子 包括电动车跟燃油车 电动车还是在成长 是燃油车的 加速下滑 加速下滑 可是出口还是成长的很快 跟去年相比还成长30% 所以就是它的 那这里面电动车的部分 更是成长的速度很快 然后我看到的数据是 自用品牌的部分 成长的速度更快 自足品牌 就中国大陆自主品牌 在出口的部分 非合作的品牌 对非合资品牌 它出口的成长部分 其实是更快 这当然不难理解 一方面的中国大陆的电动车的成长 已经发展的时间很长了 那这个快速的成长 它终究会成长趋缓 因为机器就越来越高 我觉得第二部分是 它把一开始的时候 最有兴趣的 然后可能最最藏鲜的消费者 大概已经这个 这个这个全部都扫空了 那接下来的 就会是更精打细算的消费者 那就对于现在的降价竞争 那我明天可不可以等到更低价 可能就会更加的等待 不过因为它五月份开始 因为它它前面有一个 已旧换新的政策 那我们可以再观察 不过这也凸显出来 对于中国大陆的车企而言 只要有外销能力的 出口的赚到的钱 可以大幅的弥补 它在国内强力竞争之下 所产生的压力 我举个例来说 英国有做了一份研究 它研究说呢 中国大陆的车子在大陆内部 然后以及在欧洲的定价 同一款车这样子定价比来比去 它说在欧洲卖的 是在中国大陆的定价的一倍 一倍哦 它不是销价竞争 刚好相反 它是提高一倍 但我相信那个调查可能有夸大 因为它的目的是要告诉欧盟说 你要磕百分之百的关税 你才阻挡得了 它是要用这种方式来说服欧盟 我觉得到一倍可能不至于 但是绝对是比在中国大陆内部 卖的还要来的贵很多 所以它不是销价竞争 它是相信自己的竞争力定高价 可是即便是如此 其实他们估计今年 如果没有这一些政治的打压 各种手段的话 他们在欧洲的电动车 新销售的市场 电动车可以占百分之二十五 你知道它竞争力有多强 那另外一个还有放眼未来 这个是Contonport 他们所做的研究 这也是上个月才刚刚提出来的一份研究 到2030年的时候呢 估计全世界会有五亿辆联网汽车 那我这边要提醒的就是 联网汽车不等于电动车 因为联网汽车呢 它也可以是一般的燃油车 但它电动车的比例可能会更高 但联网的关系 所以它在车子里头能够做的事情 就远远比传统的这一些车子要来得多 所以它未来的竞争力也会更强 所以他们现在 现在全世界在这个部分做的最好的是德国 但他们预判2030年 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大陆的 这一个自主化先进的资讯娱乐功能 还有这些互联网的这一些功能之后 他们认为中国大陆在这方面竞争力最强 所以他们估计到2030年的时候呢 中国大陆的就占了33.6% 美国占19.8% 然后印度还有日本大概5% 德国只有4% 剩下来的全世界再来占比32.8% 好这个是它Counted Point的这个预判 那这还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就还在蓬勃的市场 所以对全世界来讲 当然也是兵家必争 当然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是前面遥遥领先 那要怎么去打压它 这就是现在我相信 美国还有欧盟的部分人在思考的问题 好这就是刚刚我提到的 我觉得这一位这个Kevin 就Williams 这一位美国的这个记者 他有点疯狂的样子 我觉得他受到了很大的震撼 就是觉得说 这什么竞争啊 就是你看我在底特律车展看到的是这些 我在北京车展看到的是这些 你叫我怎么去觉得 西方的这些制造厂商还有的竞争 那我觉得他他也许没有去慕尼黑车展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去慕尼黑车展 我在文章当中没有看到慕尼黑车展 我就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好这个是 你看看他的用语啊 他刚刚他说他他里面他谈到小米 他说小米的展区哦猛猛爆了 他说I can't even get inside 对对 我根本就进不去 就能够想象一个车展面对专业人士 他甚至于进不去 然后他前面讲的就是说呢堵车在车展的路上 所以这里有一些我们在家里看不到的车款 就是他连在路上堵车的时候呢 他都会觉得有很多车款 就是美国的美国的汽车市场的车款区域单调 这个呢是这是很特别的现象 他因为他的他的大众运输其实并并不发达 所以大家都开车 所以过过去呢美国呢就是一个一个一个汽车的选美式市场 对展示场 各种的车都会呢 而且改装车呢也很风险 我上个世纪去旧金山的时候我也觉得眼花缭乱 对就是台湾的这些汽车是很单调的 可是美国是很多 但是他现在看到的是相反 他在他在中国看到了各种他没有看过的车款 所以他看完了之后 其实你可以感觉出来他基本上很焦虑 那他也很沮丧因为那种的焦虑已经是看得到 沮丧是说他认为你根本拼不了 所以他才会一直发文一直发文一直发文 当然他不是只有写这些跟中国有关的报道 他还有跟其他的相关的报道 只是说我觉得我自己在看去找他的相关文章的时候 我在想说哇他真的受了很大的震撼 那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让大家知道因为他是一个专业报道电动车的人 那他看过的电动车一定比我们多嘛 对不对 他试开过的 因为每一个电动车的厂商 其实都把他奉为上宾啊 然后邀请他去试车啦等等 所以他既有他的专业知识 而且他可能他见到的一定比我们多很多 所以我觉得他的震撼可能说明了很多 为什么从专业的角度来看 那么觉得中国电动车有竞争力的主要原因 好这个是属于在竞争力的部分 可是这个竞争力的背后我们来看 最近啊我又觉得Bloomberg非常特别 因为向荣曾经说过了嘛 就是拜登最重要的金主就是彭博 拜登金主第一名彭博 对当然不是媒体 而是这个媒体老板Bloomberg 他就用自己的名字然后开了这个媒体 但是最近Bloomberg呢在电动车这件事情上面 明显的跟拜登政府畅反调 产业焦虑吧 不纯粹是 我觉得他们现在觉得拜登已经越线了 他已经过了那一个自由贸易的线 当然啊 所以其实早在今年就是前一两个月 就已经有Bloomberg的专栏作家批评拜登 完全违反自由贸易 就批评叶伦完全自由贸易 就是叶伦在访问中国大陆的时候 谈什么产能过剩啊 他说你根本就违反了200年的自由贸易的 基本的理念 你还是学经济学的嘛 那时候就已经骂很凶 好那上个月呢 我们看到他的专栏作家Denny 也写了类似的文章 那他这个文章哦 主要要讲说 为什么中国大陆的电动车会成为赢家 美国为什么会成为输家 他要告诉大家说 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中国大陆早在2000年的时候 就已经决定要进入电动车 他们经过评估 就说如果我只在汽车市场 然后去追赶 我一定追不上 因为你这已经有百年历史了 我怎么追得上 所以我干脆绕跑道 我跑到电动车这个市场 他花了20年的时间 然后做了很多的相关补助 没错 这个确实是有相关的补助 然后呢 也鼓励民众买电动车 然后呢 很重要的是 他成功了 而且他20年的产业政策 是一致的 前面其实曾经失败过 然后那个片补贴的啦 各式各样的乱象不断 但是最后他当然摸索出了一条 他最适合的一条路 然后他成功了 他认为 那现在美国他说 你拜登不是提了一模一样的政策吗 那为什么现在 福特告诉你说 他卖一辆车要赔10万美元呢 这是福特去跟拜登说的 说他卖一辆电动车要赔10万美元 我想说你卖一辆赔两辆啊 然后这种事情 他当然里面有很多计算的标准 可能有夸大 但是作者就告诉你 他说最后一段 中国能够在电动车竞赛中领先 很大程度得归功于中国政府 一心一意推动电动车发展 而且毫不利于提供补贴 美国也渐渐向中国发展模式靠拢 不过内部的推进速度不一样 他说但全球电动车转型 正面临一个主要的风险 就是中国渴望实现他出口的野心 但是美国决心要阻止中国 这是对全世界都是风险 好 这个是前提 昨天的 好 就乐腾腾的 另外一位专栏作家 菲林 他好像叫做樊克林 费克林 费克林 他取的中文名字叫费克林 他就说 他就痛骂美国汽车业 就只想要去游说拜登政府 然后去提高关税 来保护自己 但是自己呢 却不愿意改变 他里面详细的叙述美国汽车业 从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 他就把海外的据点一个一个收掉 他说 你美国汽车业自己现在都不愿意到海外竞争了 你只想保护好你自己的美国本土的市场 所以你就不想改变 你就不想要进步 那你不想改变 不想进步 你当然会被人家给这个竞争 你当然就会输给人家 然后现在你再要求拜登来 好好的来这个帮助你 他就说 好 他继续话 美国汽车业就像孤岛上的飞鸟 处于一个友善的环境 能够自我成长 因为缺乏敌人而越来越肥大 逐渐丧失飞翔的能力 消费者一心想要拥有 买得起 更清洁 有创意的电动车 在这种环境下 也将成为输家 他说 美国也会是输家 美国消费者也会是输家 他说 拜登在宣布 削减通膨法的时候 曾经大肆吹嘘 但现在 适得其反 我觉得 最近在电动车这件事情上面 他是不断的批评拜登这一种 以零为货的一种做法 我也觉得非常的特别 好 但是我们来看中国大陆的应对 我觉得应对一 当然就是去开辟 美国欧洲之外的市场 这毫无疑问的 那这件事情也是中国大陆 现在在做的 而且有优势的 这跟上个世纪的日本很不一样 上个世纪的日本汽车 也大多数的国家 的大多数人民 买不起汽车 但是现在可以买得起 汽车的全世界的市场 越来越多 巴西在全世界的市场排名 有前十名 当然 你要跟什么 这个 这个中国大陆 美国比 那当然还是很小很小的份额 可是你只要想到 巴西是在美国的后院 距离美国的这些汽车产业 这么的近 然后有那么多的 日本的汽车 在墨西哥 在加拿大 在美国设厂 结果中国大陆电动车还能够 在巴西市占将近一半 其实很惊人的 那这当然是一个美欧之外的市场 可是欧洲真的不能放弃 所以呢 我们看到其实比亚迪是之前 湘荣一再跟他提醒就是 他已经跟匈牙利签约 然后要设立工厂 生产 生产汽车 电动车 在2026年 估计就可以年产能百 15万台 那当然现在还在动工当中 奇瑞这是热腾腾的 在上个礼拜 才刚刚跟西班牙 那么就是 这个签了备忘录 然后呢 要生产他的电动车 那利用的是原本 你上的这一个工厂 东风现在在跟意大利政府在谈判 那领跑汽车 因为本来就跟欧洲的 Selentis在合作 所以他们可能会利用 在这个Selentis 在波兰的一个工厂 然后来生产 他们的领跑电动车 明觉是英国的品牌 但是上汽已经把它给并了 那所以现在是上汽在生产 那他呢 也打算了要 重新利用英国的工厂 然后来生产 这个MG 就是他的这个明觉 明觉电动车 BRDG 所以他们现在都在欧洲 那这个是利用就是说 在欧洲 他跟美国不太一样 美国呢 你可能会施压墨西哥 要求中国大陆不可以 在墨西哥生产投资 可是欧盟是不可能去阻止 任何一个国家 去跟中国大陆合作 生产中国大陆品牌的电动车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呢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那第三种当然就是绕道 但我觉得这个绕道这件事情 可能在比如说太阳能啦 或电磁啦 它比较有效 但是在电动车上面 因为牵涉到品牌的认知力 很快就知道这是 来自中国大陆的品牌 我觉得绕道这件事情 可能就是适合别的产业 而并不是适合 中国大陆电动车 好 因为奉心 奉心就要准备 将近一集 我们在谈电动车 是因为电动车的话题性 非常高 当去年 去年我们在 我们在节目当中 我稍微整理 我认为2023年 它标志的中国不是某一项产业的优势或者爆发被看到 而是在许多面向同时出现 2023年的是中国商用科技大爆发的一年 你同时看到了CEC919在天上飞的 你看到了高高铁的出海 那不管是亚万高铁或者是凶赛高铁 高铁成为中国的另外一张的名片 而且欧洲有了 亚洲有了 将来所有对接的高铁 几乎都会是相同的系统 没有任何国家的高铁能够跟中国竞争 除非你不准备发展高铁 第三个就是电动车 电动车也一样 再来你看到造船 造船平常我们比较少少谈到 因为因为他跟消费者的感觉不是这么的直接 可是造船业中国现在也是碾压式的 没错 如果把中国跟韩国加在一起的话 地球上面几乎不存在其他的造船业 你知道前年我看韩国的媒体还觉得说 韩国的造船业在一些高阶的船舶上面 特定的船舶 对特定的船舶 比如说那个天然气的运输船 可是今年他们已经不这么说了 对就是说 对你最近看到韩韩国的评估 他们看到中国的接单的内容来讲 的是全系列的全全品项的 那个比韩国要更完整更漂亮 其实传播现在只要想一点 就是中国现在如果说他的他的军 军舰像下饺子一样 请问他的他的制造能量从从哪里来 当他可以下饺子 当他可以同时一边的一边在在在在做福建舰 另外的一个呢在在做第四艘航母 同时呢076的这种的准航母 同一个是时间的是在舰 那个呢其实你想也知道就是 他为了他既然他要满足于他的军事上面的需要 他当然必须要有这么大的造船的能量 他的船舶能量将来只会大是不会是不会小的 那他的他的船舶的能量将来在全球的这种的韩国的那个制造能量 在成本上面来讲跟能量上是不可能竞争的 所以你看到这些的这些的项目不管天上飞的水上水上水上跑的路上跑的 他几乎是全面全面性的 我这些稍微补充一点 就是我研究军工产业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了 当然这也这也不是说我的独特发现啦 就研究之后你真正理解到就是 如果你没有强大的民营制造的获利基础 你在军工产业的投资到最后都会既无效率 而且成果很糟 所以所有的民用的这一些这些产业 他都是最后在军事高尖尖端科技上面很重要的来源 我我觉得我们现在当我们会高度关注的美国 美国对中国的许多的打压动作 那通常我们也就也就看着就是说 就中国呢好像老人在在的 或者说不太反映于美国的打压 其实其实中国跟美国之间啦 我觉得不知不觉当中经过这几年之后 中美之间慢慢的都已经达成了共识 那个共识就是中国会全力打打压美国 中国也全力的美国会全力打压中国 那中国就全力的不离美国 就是中国中国其实面对这种打压的时候 因为他是政治性的 因为是政治性的关系 所以你根本没有办法理性的对话 今天并不只是中国的电动车 有很强的竞争竞争性 而是因为川普和拜登的竞争太激烈了 所以你会看到他们用各种撒狗血的方式 去诉求自己一个完全的背离的一个自由贸易 而是回到了带有民粹气质的重商主义的方式 去满足于自己选民的需要 没有错啦 大部分的工会跟选民听到人家的喊的时候 短时间之内都都开心 虽然每个人都知道 那是饮证止渴 真的 就是饮证止渴 你没有办法了 你反正先先解渴吧 所以当你喊一百 我就喊两百 拜登没有要提关税的时候 川普就喊一百 拜登说好 那我就跟进压一百 川普说应该要两百 你觉得这种对话有意义吗 就是那些数字的背后 基本上就是超级撒狗血的 那种的竞价的模式 没有任何的科学 或者说经济分析额可言 你要去认真讨论 它是没有意义的 你知道那两个老小子在飙车 然后呢 那个飙车 反正我先当选再说 我老实说 他们脑子都只想一件事 先当选再说吧 当选再看看怎么办 眼前呢 其实不需要去理性的对话 可是他们第三个忽略的就是说 不管你用301 要如何去整理中国 用作中国 中国就不是日本 我告诉你 你你当年的当年 当年用301去整日本 而有效这件事情 让美国得到了一个错误的记忆 他会认为了301永远都有效 对到现在为止美国的政治人物 都认为301有效 对我告诉你301要去去去整日本是成功的 整台湾这种小东西是成功的 就日本跟台湾 他对美国本来就高度的依赖 依赖嘛 那你说你说欧洲的企业 欧洲的企业就是因为知道你美国会整他们 所以欧盟就会整合在这在一起 就是就是呢 不让你大吃小 可是当你整日本成功的时候 让美国得到了一个一个很虚幻的经验 就是觉得301会有效 可是我跟你说中国就不是日本 不管他会造成的伤害如何 中国不会像日本一样基于政治等等的理由 就低低头了 就乖乖的配合没有可能 第四个就是说电动车跟燃油车的时代 真的非常的不一样 燃油车基本上面他是有阶级性的 可是我认为电动车正在打破一件一件事情 电动车可能可能成为就说 就说他是更有可能大众化跟跟跟平民化的 他意味着什么 就是他在第三世界国家 他会创造比过去燃油车更好的发展机机会 我同意你这个观察 对 其实真的是 所以以前呢 以前老实讲 以前在燃油车的时代 你就要算卖给有钱的国家 卖给有钱的人 这是真的 第三世界国家只能够去等人家淘汰的二手车 对 可是电动车不一样 我认为电动车的这种的快速的量产 以及呢 他在维修后续的这些服务的系统相对的简单 以及因为他是电动车 他不需要去期待呢 有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普遍设加油站的这件事情 这个会 这跟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众 他可能 他没有办法的去去装很多的固网的电话 所以因此他们指着就直接用手机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电动车就类似这样的情况 就是挖跳式的发展 对 因为因为 因为他要去做那些的基础建设太太漫长 太困难 所以他就直接跳过去 还速还比较简单一点 电动车情况一样 所以电动车会在第三世界国家 即使你美国挡挡他 但是问题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市场 会是中国的是是市场 所以他用了过去的产业逻辑 来看待这件事 但这个产业其实已经跳到了另外一种 对我就是觉得今天的今天的美国 甚至于很多在分析电动车的 你都没有意识到电动车 在一个目前的全球经济架构里面 他的应对的方式 你用传统的那种的贸易制裁贸易报复 关关税 或者说呢 就是说呢 给想要想要借此呢 用自己的市场当做这个保护工具是没有用的 电动车可以有很高 你想今天今天 武林红光那种车一台的在在中国呢 卖个卖个几万块的 他在在在在非非洲能不能卖 当然可以卖啊 今天呢在非洲卖的最好的手机是传音 他为什么便宜 你你今天有哪一个国家的 就说呢 燃油车你能够卖到那种价格不可能 燃油车的成本基本上面就摆在那里 可电动车的他特性就是说 他的成本会一直一直下来 他会持续性的下来 所以未来全球的市场里面 大家普遍都有车的这个时代 有可能因为电动车的出现而实践 至于美国会希望就是说 哎我们现在呢 我们要找欧洲呢 一起我们找欧盟一起来联联手 对付中国 我坦白讲 冯德莱恩大家太高举他 他没有这么大的本事 固然他是欧盟执委会的主席 欧盟是一个是个共事决的系统 执委会的主席算代表欧盟讲话 他也许可以出来叫叫叫讲一些呢 帮美国呢当一个当一个传传声筒 可是真的要做决定的时候 冯德莱恩是没有那个能量的 他也没有办法做这样的决定 这种的事情当法国跟德国讲话 基本上就不会过 何况呢当当我把我的场慢慢的 刚刚讲到的几个中国的电动车厂 陆陆续续都都已经在欧洲 都设厂或者是合作 我把他匈牙利你你你你怎么去禁止我 他不是像是这个匈牙利要进到欧盟 可不是墨西哥要进美国啊 对对对 那个那个是不一样的概念 完全不同概念 墨西哥进美国 我可以用一个用一个北美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特殊条的条款 我还是可以限制你 可是在欧盟欧盟就不是 所以你要在欧盟挡住中国的电动车 除非就是说所有的国家的都抗拒 否则你就不可能 那不可能27个国家 等中国友好的太多了 对所以呢你你今天呢 美国呢在在在想这件事 事情的时候顶多就美国 更何况美国就刚刚讲 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说 美国现在根本等于没有中国的电动车 那你要你要你要制裁什么呢 今天基本上面 他就只是一个政治上面的喊喊话 自嗨而已 相反的你进越久 我认为对美国的汽车业伤害越大 那这个跟台湾是不是也是一样 早晚就就是这样的情况 对啊 不过MG快要来了啦 好来 我们来先谢谢好朋友的支持 然后不要忘了要按赞哦 来来来 我们先谢谢一些好朋友的抖内 冯林立谢谢你的抖内 他说支持新相配每周上课 钱不能开玩笑 所以自租必较宏观经济学都是政治 谢谢对对对 真的自由未来他提了一个很重要的建议 他说为什么丰富观点 这些频道都不开通会员呢 现在想要支持节目就只能看广告 或者等直播抖内都挺不方便的 我们其实过去有想过这件事啦 现在在讨论吗 在讨论好 所以有在思考这件事情 嗯 嗯 我们就是转达给我们的同事们 这样子 你就知道我们两个人 基本上就只是负责内容而已 那对于说怎么去经营这个频道啦 然后如何赚更多钱啊 嗯 我们缺乏概念 我们让我们的小小编讲话大大声一点 对 你告诉他们我们有没有在考虑这这件事 好的我们会讨论的 哈哈哈 我在让他听他填美声音 这个 在各个方面都卷到了极致 上周湘龙跟蔡真博士聊到 在乌克兰战场上 中国民用无人机的表现 现在中国在农用民用无人机 民用无人机也已经卷到了 然后呢 把以往用在战斗机火控雷达的相控阵雷达 轻量化和足够便宜 让七八万就能够的农业用的无人机 你带着雷达和几十公斤载荷 就可以轻易的摧毁几百上千万的坦克 对啊 哦 这七八万是人民币还是人民币吗 还是港币啊 他在香港 人民币 对差不多 差不多 现在差不多 对现在刚好差不多 对所以现在的 现在你就看到坦克都在退 坦克呢 我说你在俄乌战场当中 你已经几乎不太会看到 二战的时候那种坦克大决战 就是这边一排坦克 那边一排坦克 大家互相用炮 炮就轰 可是你看他的农业用的无人机 他的载重量有多大 然后他的这一个定位系统有多强 对 对不对 对啊 哦真的 好的 来 这个鸡蛋鸭蛋荷包蛋 谢谢你的斗内 他说尽管中国想通过其他方式 来弥补房地产带来的GDP 但外媒人就把房地产当做 经济好坏的标准 两位怎么看 嗯 我没有 房地产 我还不是 我还不是觉得说 他是当做经济好坏的标准 而是他会不会继续拖累中国经济 就毕竟他是一个 大象 嗯 好 当所有的产业通通往东走 而这一个大象往西走的时候 你终究会被拖累 嗯 所以什么时候大象不再往西走 甚至于跟着大家一起往东走 那他的速度就会加速度 嗯 所以我觉得与其说是把中国大陆的好坏当做中国经济好坏的指标 嗯 是因为他的嗯 下沉的力量 嗯 拖得太重了 嗯 因为他不是只有拖他自己嘛 你想想看建材会受影响啊 装潢啊 对不对 嗯 然后还有包括了金融啦 他都会受到或多或少的影响 嗯 那所以 我觉得他是因为他的关联产业 产业 产业关联度很高 其实蛮高的 嗯 那什么时候指吻 他就停止下沉 嗯 就停止往西走 那什么时候他开始甚至有微幅的成长 那就那就真的整个加速度 嗯 因为你就不再成为拖累的力量 嗯 所以我比较觉得应该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看待 房地产好坏对中国大陆经济的影响 嗯 房地产在在任何的现代经济啊 他都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那只不过是说 我们过去谈房地产是因为 房地产的价格或者是租租金 明明对于我们的生活影响非常的剧烈 可是他又不在消费者物价的统计的范围之之内 所以他会成为一个黑洞 可是现代现代经济体系 任何一个国家如果遭遇到房地产的剧烈的波波动 出现危机或者说过度泡沫 他都是一件大事情 不管在中国在德国在美国 美国2008年的海啸部就这样的开始 他都是一件大大事情 所以西方西方国家如果在中国的房地产 然后琢磨比较比较多 他不奇怪 就是发生在任何国家的这种的房地产的泡沫 或者是崩崩溃 所以他都是大事 因为大部分的人的资产的配置 房地产的比例呢 都是最大的 那顶多只是说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遭遇到房地产的崩盘的时候 他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因为你是社会主义体系 你为什么对于房地产本身的敏感性 好像跟一般资本主义体系 也没有什么差别 这个是我觉得中国在经过这一波之后 该去思考一下的 因为房地产很容易藏污纳购 我觉得是去 我觉得是有一段期间的怯懦 对 因为我说的房地产 你当你房地产很好的时候 你要硬生生的喊停 然后拉住他 然后想到这么多人可能受到影响 大部分的政府是做不到 不敢喊停的 这就是我刚刚要讲的藏污纳购 房地产呢 会在他会在 会在经济体系遭遇问题的时候 有很多的问题呢 都可以短时间呢 用房地产的刺激或者压抑 然后去把它隐藏起来 可是那个兜都不是长久之境 真的真的 那因此你要认真的 把房地产的健康 当做是一个稳定可控的情况 那个对每一个 每一个经济体的发展过程当中来讲 他都是要好好学的一堂课 不太容易啊 但是中国既然经过了这一波 我个人是觉得 最糟的情况已经过了 不管西方怎么去炒作 今年的中国的经济不会太差 好 来 航天照 谢谢你的董内 他说 欧盟说 我要给中国汽车加关税 匈牙利说 我一票否决 然后今天早上 听说天津港 收到了普京达地 送到艾克斯三 对对对 看到了那个照片 我觉得真的假的 因为中国出现了一张 在中国出现的爱国者三的照片 而且看起来是真的 但是那个爱国者三的照片 不可能这是中国去哪里打仗搬回来的 那是哪来拆解用的 对所以他就说 哦 那个玩意儿看起来只有俄罗斯有啊 就是看起来就俄罗斯红的话 红厂刚刚展示完了之后呢 送来给中国当礼物的 普丁如果真的送这东西给中国当礼物 而那个照片又曝光 那实在太故意了 真的 好来 那云霞游 谢谢你的董内 他说 请问中国大陆四月份的M1 自2005年来首次下降M2还在增加 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大陆陷入了流动性危机 我们可以再观察一个月 为什么 因为呢 有一种说法是说在挤水份 那挤水份的目的是铺垫后面要降准降息 那为什么要降准降息 大家可能注意到昨天大陆已经宣布就是要发 特别长天期的国债 最长50年期 那5月17号也就这个礼拜五 他就要先发行第一批的400亿的 30年期的公债 所以他就 他不会让市场陷入流动性问题的 否则他那个国债要怎么发 所以他比较像是在挤水份 而铺垫他要发特别公债这件事情 那如果真的会有流动性问题 他一定会降准 我觉得这个部分我倒还没有太担心 这样子 我们可以再观察 一个月呢看不出什么 但基本的解读的逻辑 没有太大的问题 就是M1是官方的标准 M2是民间的标准 那他有广义狭义的差 对就是说M1 M1跟M2之间的落差 本来就是货币操作当中呢 一直要去调整的部分 所以你看一个月 第一个只要差距不太大 就基本上能够呢同降变动 而且不是长时间出现背离的情况 就不需要担心 我认为那是短期情况 对但是如果连续两三个月都是如此 那就真的要好好去探究背后的因素 对 那我觉得一个月还说不得准这样子 对 然后Danny Scott 谢谢你的donate 他说Keep up the awesome world 他是第一次送出超级留言 谢谢你们 好然后这边是Rusper Marine 谢谢你的donate 他说美国为什么出不了像柯文哲一样 足以左右结果的第三选择 钱尼呢不是说要出来选吗 他他应该没有太多支持度 没有没有办法 我说的就是 他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 政治现金决定一切 不管你你是第一党第二党第三党 其实都一样 你即使是同一党的 最后大家再比什么比现金 所以现金少的自己就会退 所以你的第三选择 就不会有足够的资金 然后来让你选下去 美国的选举是非常烧烧钱的 而且大家其实都也都很市快的看你募了 因为他最少募多少现金这件事情 大概还不敢做作假 他是要公开的 你募的钱不够 大家就会知道呢 企业界不看好你 不愿把钱花花在你身上 你当然就不相对不会有机会